人间烟火器在这种地方会更多 所以这是拢拼异的生活圈 比那个或许生活圈对于泰国人好的 因为因为有很多人问我 大概至少有一两百个人问我 让我推荐房子对吧 但是我一般我在想推荐 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 我和你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我和曾经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我和很多来泰国生活的一段时间的人 喜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撇开价格的原因 我们提到价格的原因的话 的确很多东西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那么所以我认为我是推荐不好的房子 那么你从你的角度 如果有人来问你推荐什么房子 我们先不说价位的情况下 你可以说中高低三个档 不管是别墅公寓 你首推吧去哪里 首先一般的人来买房 我至少先问他 他是有买来的用处是什么 因为一般来说值分两种 要么就存投资 要么就是自住的 但大部分既想投资又想自住 对不对这个是最常规的 我认为投资属性的这个笔记占百分七十 三十十足 不一样 就是有真的是自住 扔在那边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他说我不出租的 我就扔在那边 我就有一个或者有其他的用途 这个至少也有不少的人 就是说自住的 比如说来买别墅的这些 他不考虑出租的 真的就是为了自己住 所以说就是说你偏向你哪种 然后呢如果是自住的 自住的主观属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主观属性大呢 就得让他看图片他自己选了 但如果以投资为主 那投资为主 投资是什么呢 它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最后的收益是什么 收益来自于两个 第一你变现以后的价值和以前你买入的价值 第二呢你在持有这个别墅 这个房产期间拿到的租金的回报 这两个东西决定了你最后的一个收益 那这一方面呢 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好呢 就是首先呢这个市场上因为在泰国你有语啊 他不像股票股票你有可能涨停板 涨20也有可能 但是呢这个泰国呢包括房地产业呢 本来就有诸售比去压制这块的东西 你房产部分呢你不算他的上涨 因为为什么在整个巴提亚的话 你首先他上涨的就是空间 包括历史记录 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 但是现在至少我看到的非常和中国比 那肯定是非常低的 这块收益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你如果能保证你自己投入价格 没有太多的一个贬值 那我觉得在巴提亚的这个投资 就房产的保值已经是OK了 然后第二块收益呢是来于租金 那租金对于你一个不运营房子的人来说 整体因为市场有一个租售比去限制你这个东西 你不可能你说你你减楼 你也看到过了 能减到多大的楼吗 没有你那个租售 租金还两房的那个 租金还一房的那个海景 还有两房的海景 当时我差点300元 多少了 你给我说500多 400多对吧 对呀 就哪怕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有租售比的压制 你不会超过7%吧 就是说你到手 纯到手啊 你要扣掉任何这种钱 这已经是凤毛领长 如果大部分房子 因为有一个正态分布 对吧 你20%的正常的 20%的不正常的 80%是正常的 20%是不正常的 两端所以说我认为 大部分的租售比呢 就在4到6之间 而且当你纯利拿到4%以上 这已经非常好了 我说4%是毛利啊 然后纯利你拿到4%以上 这已经是属于优于 百分之可能60的人 60到70人 因为房子你知道 在租的过程中 首先呢 你有你的空置期 你有你的正常的 中介的管理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还会有一些 房子的一些损耗 对 这些加起来呢 会让你的整体收益呢 会变低 所以说呢 那理论上我看了大部分 我认为4%净收益 这个呢 对于一个长期投资 巴提亚 长租的人来说 已经是非常好的 一个租售比了 就是大概这个比例 那所以说 大家如果投资的话 以长租来看 这个呢 如果能不能接受 就是说 我能接受 4%以上的收益率 那就OK了 如果是不能接受 我觉得啊 我因为牺牲流动性啊 那你就不要考虑 在泰国或者巴提亚投资了 就大概是这样 另外呢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超额的 拿到这个收益 那只能做短租了 就是说你 因为你在巴提亚 是个旅游城市 你知道吗 所以说 如果说你那个 想超额的 拿到房子的收益 那你 那这个好像 那这个差掉 这个不说 那么就是 我们我们随便就说 因为它和下一个问题 是有关系的啊 就是拿做民宿来说 门槛非常低 有点钱就能搞 但是呢 运营好门槛又非常高 对吧 你觉得困难点 说两个最困难的 最最困难的 最最大的困难 其实 不管是曼谷也好 巴提亚也好 还是清迈也好 普吉也好 最大的困难 首先是 烧香拜佛 对 这个肯定的呀 烧香拜佛 烧香拜佛不能说的呀 烧香拜佛不能说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肯定是最大的困难 因为政策问题 一定是最大的困难 但是也是由于 政策的问题 才导致了收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 这个纯合法的 我相信做的人会更多 但我看新闻说 马上要扯吧 当然 这个会有很多的 合法的问题 因为你最大的 最简单的问题是 收税你怎么收 告诉我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收税这一款 你合法了以后 你怎么约束这个税 当然你说酒店会有 有没有偷税漏税 也会有 但是 我操是怎么 你在inbm上面做 inbm不是帮你交税 他会交税 但是问题是 他的税 是他那边的税 不是我这边的税 你知道 他的是他自己的 盈利的那个税 他交了 他不交我的税 他会要我去提供一个 我交税的好给他 你知道 嗯嗯嗯嗯 那个 我们烧生拜佛 这个不说 其他两个困难的 其他两个困难的 那就没有了呀 没有 其实就没有特别大的困难 当然了 每个行业都是这样 就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都会把食物加工熟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只要有手就行 但问题呢 有几个人能做菜做好的 那不多 对不对 哪怕是做菜做好的 你有几个人能参加 变成厨师的 也不多 能做厨师的 能获米其林奖的 也不多 所以在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每个行业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怎么把它做好 有非常多的细节的问题 所以我不认为 它可以归结到 某一个难点上 烧香或拜佛是大难点 但是呢 如何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认为是方方面面的 是吧 可能有很多因素的叠加 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你市场的一个推广 然后呢 你的客户的一个好评率 因为每个 包括我们做视频也是这样 就如何了解到平台的机制 让他呢 去获得更多的流量 这个在民宿方面 也是有共通的 包括呢 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定位 比如说我们以前只做中国人的 可能我们订单80%来自于 中国的客户 而且呢 中国的客户呢 大概会 因为会有二次消费嘛 什么跳伞啊 去出海啊 等等的 那这块呢 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些优质客户对象 但是疫情来了以后呢 那显然 中国人肯定是来不了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那我们肯定要改 对不对 改成泰国人 还是改成老外 所以说你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分析完以后呢 你需要去投不同的平台 就我们的侧重点就会不同 所以这块是市场营销款 包括后期的 比如说阿姨的一个管理 因为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阿姨 比如说我一个人去做事情 那我只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行为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要管好一群泰国人 包括因为曼谷有些菲律兵人 不同的泰国人和中国人的品性也有所不同 因为泰国人相对来说呢 会更要 你要尊重他 你不是完全能用钱去约束他 就比如说中国人来说 你五千工资不行 给你七千 你晚上给我加个班 行不行 那通常来说在国内 对吧 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说大家会妥协 但在泰国很多阿姨是不妥协的 今天比如说是泼水节 我有家里有事 那我必然我就不来 我哪怕今天已经工作了 这个月已经工作了30天 工作了已经工作了25天 但他他不愿意来 甚至愿意放弃他20天的那个工资 他也要走了 那这种事情呢 发生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那我们这边走的流动的阿姨呢 大概有 反正五六十个肯定是有的 那不同情况 五六十个肯定有的 有的阿姨过来就两天三天就走了 因为我们的要求会和普通的会不一样 因为有些他们打扫的话 会一整天 比如说他你今天打扫八个房间 但是呢 你可以从早天早上就开始打扫到晚上 因为大部分的酒店 不可能你是满员的 100%的入住率嘛 所以说你可以有空闲时间 八点钟开始打扫 五点钟 你还有晚上因为还有入住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这边呢 会比较长度高一些 那只有在12点到2点 必须这个时间段可以要搞完的 或者最长到3点 所以有些阿姨呢 就特别是泰国的 这种长度不能接受 那做了两天就走了 所以呢 磨合这件事情 管理这种打扫的团队啊 包括各种的 反正如果你规模大了 也会有不少的问题 那所以整体来说呢 你很难说某一点做好了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而是方方面面做好了 我认为这件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 就说有太多的人说 就是羡慕我在泰国过的生活 然后呢 有很多人想辞职 对吧 有很多人想把国内的事情 受伤事情都解决完了之后 就来泰国 然后呢 他们也会在一笔钱 基本上给我报的 什么数字都有 什么50万 100万 200万 300万 人民币 就基本上就问我 能不能来躺平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就针对这一块 你有什么建议呢 就说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今天比如说我要去做民宿了 那我就去做 我的概念和你差不多 意思就是如果做民宿的话呢 也不可能是把我约束在这里 就是我没办法动 对吧 我该玩还要玩 对吧 我是来躺平享受生活的 不是来干活的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有些是比较能吃苦 就想来赚钱 比如说我之前碰到一个 一对夫妻是在 精华义务这些地方 做拼兮兮的 然后呢 他也有点钱 但是呢我觉得在国内的生存环境 电商平台大概太恶劣了 想到泰国来搞 但又不知道能不能搞 像这种呢 我是没办法给出建议的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做这个行业 那么他问他说 他只是想来看看 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行业 更合适做的 你觉得在国内 就我们驱逐贸易啊 就是在国内没有销售通告的情况下 在泰国能干点吗 能干什么 就我背个100万人民币 我们少说点 就是背个100万人民币 你让我来干嘛 首先呢 我觉得能把自己就 不要负增长呢 100万人民币 我来做 那是这样 按我的经验啊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呢 就是说竞争呢 在哪个行业 哪个国家 哪里肯定都是有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对比中国和泰国 泰国的竞争呢 会相对小一点 对不对 但随着一个行业 如果有非常多大的利润 然后呢 涌入的人就会非常多 所以说呢 在泰国也不存在 有这种非常非常好的 比如说我们就以旅游为例 巴田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那你如果说旅游在这里 竞争不激烈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甚至不是中国人竞争 那泰国人的竞争 也非常激烈的 所以说呢 你说你要躺着 挣钱是没有问题 就像我前面说的 你拿到诸售比4% 是不是你要的 你100万一年就能拿4万 当然这个每个人 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取决于你的预期 就是说你能不能接受 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就是说你要自己想清楚 你多少是OK能接受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如果说做什么行业 那这个做什么行业 以我了解 在这里如果是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 中国人到这里来 那大部分从事的 第一呢 就是旅游相关的 因为泰国是旅游大国 那包括什么呢 就是包括民宿类的 包括是那个旅游类的 然后呢 包括是这种各种 就是夜场的 就是相对于这几种啊 就是旅游相关的产业 这几种 第二种呢 就是房产相关的 就比如说卖房 大家可以看到 就很多过来都会卖房 原因呢 这个行业确实 这个卖掉一套 也是有不少的佣金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由于这个市场呢 没有像美国啊 或者哪里 你需要一张很 很严格的一个证书 所以说呢 对于入门的门槛 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是第二种 做房产相关的 第三种呢 就是和产品相关的 就泰货 那包括什么呢 什么佛牌的啊 包括那个泰货的 那这一种呢 也是传统的行业 因为这个 这个其实啊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在做 而是倒闭的也很多 对呀 我就说每个行业 其实都一样 那你卖房 做民宿都是一样啊 卖房不从来倒闭 除非你是囤房 换个问题 换个问法 就当你穷的只剩一百万 你在泰国什么资产都没有 国内 五千城市 好吧 房子也不对钱 你也被考虑的人 手上有一百万现金 你跑到泰国来 你打算做什么 那对于我来说 我肯定会 继续还是 做民宿这块 因为我个人来说的话 那就一百万做民宿 对呀 一百万做民宿嘛 因为相对来说 这个生产环境比较好 你说门槛高吧 也不算特别高 但是相对来说 它的利润还是比较高 因为如果你做的好的时候 像利润方面啊 你知道呢 你东西还弄过了 对不对 好的时候 特别像12月份 你一个月 基本上能把三个月的钱 赚出来 对一个月能把 那个两个月的家庭 对 这在其他行业里边 百分之三百的 就是毛利润 这个很难做到 虽然它被限制很多 对不对 但是这个呢 首先还是 论文门槛不高 但是呢 就相对来说 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 就我个人来说 我还会做这个 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 做民宿是你熟悉的 就 我不给你做民宿 但是你已经拥有了 在泰国生活的这个经验 嗯 根据你目前所了解到 所有的信息 当然了 你的侧重点 目前为止是 提供于泰国的房产 所以了解的信息量 可能会更多一点 包括我们去年 还是前年 我们聊过 嗯 还有什么 开始一方 还有你要去弄个 大马鱼那样 啊 有 这个人说了 不管了 这种你都都会考虑过 但是最终没有落实吗 没有落地吗 因为 可能会存在 一定的投资回报率的 有问题吗 所以说没有搞 就除了 你说不要你做啊 做什么 现在来说 第一反应 我有可能会去投资媒体啊 投资 投资媒体 就是说我现在主要是自己去拍 当然我知道拍这个视频 包括推广的 他要点在哪里 我有可能流量上不去 他有可能是我的问题 但是是我的什么问题呢 是我自己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人 就是在这里的定位 我这个人本身可能说啊 或者形象啊等等的 会有问题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有可能 当然自媒体不一定说是对国内的 TikTok啊 有很多很多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我可能会考虑的 为什么比如说大麻洗衣房不做 首先呢就第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你我了解的成本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自己我要去了解这个行业 我要重新开始 那我要投入时间 我有熟悉的东西 我就不会去 你懂吧 我不是就是说 你说的来过来 100万没有任何经验的人 所以说呢 我没有去投 不是代表这个行业不好 但是我觉得 有可能这个风险啊 或者花的精力啊 或者这么 我不可知 或者说没有精力去搞 所以是这样 但是现在来说 你无论是重大麻 洗衣房 但我们洗衣房 我们自己有民宿 所以可以带掉嘛 也OK了 所以说这个 没开啊 因为洗衣房 其实还是花挺多精力的 首先它钱虽然赚的不多 但是我们能把后面时间用上去 那也比普通的人 有比较高的收益 但是事情太多 你曼谷洗衣房了解过呢 就是相同的对吧 嗯 现在了解过的 现在呢 这个行业 你知道曼谷 我甚至看过一个东西 你曼谷常去 你看到一个自动售货机 叫淘兵嘛 这个我和小西瓜 我们去他们的工厂 还考察过的 就当时想加盟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新的 我视频可能有一个是有的 它是呢 就普通的一个收货机 但是是一个收货机2.0 它是可以卖咖啡饮料 你知道吗 但是原来的咖啡 可能就是一杯咖啡 但它呢 是有各种各样的 可能超过100种 在这个机器里面 你有苏打 有牛奶 有这个 包括不同的调和的东西 那你知道泰国人 很喜欢喝咖啡 对不对 然后呢 什么亚马逊啊 什么东西 这种特别多 所以呢 这种机器 我认为在泰国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因为泰国人也特别喜欢 而且泰国的年轻人 对它的界面非常友好 你看上去就很舒服 就像日本人的那种产品一样了 所以我当时觉得 这个东西很好 能不能加盟 但是它不能加盟 但是你现在去看这个市场呢 到处都有 哪里都有 它觉得这个市场 它自己搞定 它不想让你赚 因为是这样 我认为加盟不加盟 有的人觉得加盟 是扩大自己品牌的影响力 但我本质认为 还是要么你没钱扩张 要么呢 你就是 就是你想赚 就加盟的费用 所以这两种情况下呢 才会加盟 你买机器可以的 不可以买呀 就是你买机器可以的 机器 我觉得可能 如果你国内找一家公司 你去copy它 我认为是可以的 就是copy它这种模式嘛 但是它做的最早 它抢占的最快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 它就跑在人的前面了 如果你你有钱 也想竞争 但是你压进去 你也可以去尝试 它放着点位和别人分成了 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应该是分成的 因为这种收获器都是分成的嘛 在这个模式下 你靠这个 就是这个收获机器盈利 还是说你这个最后 比如说要卖掉这个公司 这种样子 对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 因为兴起 我也是他们会员 我已经搞了 搞了赫斯 还可以的 所以味道也是可以的 那泰国人也会买单 因为泰国这种咖啡东西多嘛 就是卖相好 我不知道他们成本高不高 但是数量又多 然后呢 味道也过得去 那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泰国的年轻人 特别曼谷的 巴提亚一个都没有 你看到 巴提亚有吧 没有 所以结论就是 因为我之前和那个 北新那两个老科 就是我说 在非洲挖矿呢 和我做钻石的 他们来到泰国之后呢 他们觉得 泰国的机会并不多 就泰国的行业 再从大的行业去看啊 比如说像农业 外国人是不能做的 碰都不能碰 对吧 旅游业如果要做正规 你还是得泰国人 一下风指的 除非他要减造的一些 比如说政策 就有几个行业 在什么情况下 是外资可以 百分之百控股的 当然这个说大了 就是说 他只是觉得泰国的机会 并不那么多 那如果说 拿中国和泰国来做比较 我们就单纯做生意 在情况下 不管是开公司来干嘛 你觉得哪个 我才记得中国 那这种事情对我 管中窥豹啊 我只有很小的一个角度 那我认为我待的 要么是上海 要么是曼谷巴提亚 那我肯定认为 曼谷巴提亚相对竞争 没有泰国 没有上海这么激烈 所以我认为 泰国的机会更大一点 这是我的判断 但你全面说是非洲老哥过来 那非洲机会是什么样的 我肯定不知道 那有可能非洲 因为我认识好多 就是柬埔寨 包括老挝过来买房的 他们那边相对来说 你知道有些做灰产的这种老板 他们都是自己住在曼谷 虽然他们产业都在菲律宾 什么柬埔寨 老挝那边 他们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比如说一个小时 就可以飞过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种落后地方的机会 他们告诉我是明显 是高于泰国的 他们到泰国来买房 只不过是持有的 觉得这里生活 比他们那边要稳一点 然后呢 位置也不是很远 更适合生活 所以这是他们的目的 但是如果说赚钱的机会 他们认为 柬埔寨这种地方会更多 那这是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 要有对比才有 而且呢 你从事的人 个人从事的角度 然后你所有的精力 以及能力 那你看出来东西 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行 多少时间了 十三 六分钟 我要交付 好 你感谢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要感谢了 结果再来 再打个照顾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